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管火箭炮 如果朝鮮向南方发射 其射程可以覆盖首尔 大田等大城市 以及多处韓军主要的设施所在地 朝鮮在9号则迎来建国 76周年纪念日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发表讲话 要求更加彻底完善朝鮮的核力量 目标是实现核武器数量的 几核级数的增长 一些专家指出 平壤目前已经掌握了 能够打击韩国和日本 关键目标的中程和短程 导弹技术 至于能够打击 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 朝鮮现在距离这个目标 恐怕是越来越近 朝鮮时隔两个月 在射弹如何来分析朝方的意图 美国暂时忙于应付两场战争 国内大选也在即 朝鮮是不是会先声夺人 在核武器的开发上 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另一方面 朝鮮垃圾气球再次偷袭韩国 影响升级 朝鮮为什么对垃圾气球乐此不疲 是否会引发更大的危机呢 今晚的凤凰宣传连线 首尔现场驻韩国记者 今之前将带来 朝鮮半岛的最新动态 在上海现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所学者薛辰先生 北京现场军事问题专家 王云飞先生 也将加入今晚的连线 分享他们的观点和解读 我们首先来看 景梦京的追踪报道 朝鮮军方12号约7时 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 飞行高度最高约100公里 飞行于360公里后 落入韩半岛东部海域 韩军推测朝鲮发射了3至4枚导弹 考量飞行距离高度 及同时发射多枚导弹等 认为朝鲮发射的可能是 超大型多管火箭炮KN25 而若朝鲮向南方发射 其射程可覆盖首尔大田等大城市 以及多处韩军主要设施所在地 这时朝鲮时隔两个多月 大以追综合监视 并与美国和日本共用朝鲮发射导弹情报 正就具体参数进行综合分析 韩美日负责对朝事务的外交高官同日 举行了电话会议 谴责朝鲮发射单导弹 值得注意的是美韩深个月 刚刚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 已知自由之断联合军业 200多架战机 以及美国陆军化学生物放射禁忌 和攻击反应部队参演 美韩还从8月26号起进行 以攻击朝鲮为前提的 双龙联合登陆训练 在10号举行的韩美日安全会议上 三方还商定尽早 只是第二次多余连演 朝韩对韩罗旋冲及朝鲮领导人 金正恩9号就朝鲮建国 76周年发表讲话时 要求更加彻底完善朝鲮核力量 使之能够随时用于保障国家安全 并确保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国家整体 乳装力量全民进入战备状态 金正恩还表示要指数及扩大核武 从而做好和美国及其盟国的核战争准备 有奔旗人士指出朝鲮的导弹 已经能够打击日本韩国的目标 但是尚不足以打击美国本土 另外朝鲮本月4号至8号 向韩方连续空调垃圾气球 短短5日 韩方就识别出1000多个气球 其中4330个掉落在韩国境内 气球下方悬挂的胶带里装载着废纸 塑料瓶等垃圾不含有害物质 悬挂的塑料带上装有定时加热器 启动后可燃烧塑料带并使垃圾掉落 可谓是污漠性极强 有观点指出美国大悬载机朝鲮 或提升挑衅力度提高存在感 时隔两个月再设的如何分析意图 朝鲮飞垃圾气球会否引发更大的危机 美大悬载机半导危机会否升级 同声合力 朝鲮需要一些世界的注意力 那么朝鲮是否成功了呢 我们来看截至北京时间12号晚8点 Google News的热搜显示 有关朝鲮半导局势的相关话题 各地媒体关注度不一 韩国媒体热搜排第一的是 尹西越将于19号到22号访问捷克 那排第二位的是 朝鲮在垃圾气球之后发动噪音攻击 排第三位的则是 韩国在中秋的气温将达到30度 美国媒体热搜最关注的是 共和党民调专家表示 辩论将使特朗普输掉这个选举 那么排第二位的是热带风暴的消息 排第三位的是什么呢 是朝鲮发射多枚短程弹道飞弹 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头条 是特朗普在辩论中批评 德国的能源政策 那么德国外交部是反击 排第二位的是西班牙首相 呼吁欧盟不要对华电动汽车征税 排第三位的是 萧委会接获3000多宗 对香港一个健身房的投诉 这真的是非常市井的新闻了 再来看有关朝鲜半岛的局势的消息 并未是过多的关注 好 回到我们香港 关于朝鲜半岛现在最新的局势 我们将有请驻韩国记者金志贤 金志贤你好 朝鲜射弹的最新细节和进展 你有什么样的掌握呢 韩方对朝鲜下一步的动作 有什么研判 好的 韩国方面认为 这次朝鲜发射导弹 主要有两个理由 一个是韩国 另一个是美国 最近韩国进行韩美联合军年 以致自由护盾 以及大规模野外机动演习 双农演习 并进行了多种有关安全的国际会议 包括韩国和联合国军司令部 成员国防长会议 首尔安保对话等 都是未应对朝鲜军事行动的活动 韩方说将加强韩美日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今天朝鲜发射的导弹飞行了约360公里 射程不仅可以覆盖首尔大田等大城市 还可以覆盖韩军的主要设施所在的城市 第二个理由是关于美国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举行 韩方推测朝鲜未展示出存在感 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韩国方面认为朝鲜可能会期待 特朗普当选总统 因为依靠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 可以试图与美方进行裁军谈判 虽然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低 但特朗普还是比哈里斯对朝鲜比较友好 由此朝方可能会继续提升半岛紧争局势 不仅朝方会发射洲基弹道导弹 也拿你排除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可能性 主播 好的 谢谢之前 特朗普是不是对金正恩真正友好 这是有待商榷的 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的薛辰先生 如何来看待朝鲜时隔两个月 再次发射飞弹 它的意义何在 他想通过此传出什么信息呢 应该说现在是有几种的判断 首先是认为是应对前面记者所谈到的 这个美韩联合军营就以资自由护盾 特别是这个双龙的 试级规模的 韩美两国这个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演习 被朝鲜方面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这个威胁 那么应对朝鲜的态度呢 是一向是反对美韩进行这个联合军演 被认为呢 是发动这个侵略战争的这个前兆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 这个朝鲜的试射 应该说呢究竟是不是这个短程弹道导弹呢 现在还是有争议的 如果是按照北约的这个代号KNR 那应该是朝鲜600毫米的大型放射炮 也就是这个在这个管中储存的 这个朝鲜的火箭炮 那么他如果装上这个制导装置呢 那是具有精确打击能力的 但是能不能被归入这个弹道导弹的试射呢 现在还是有争议 那问题在于呢这个还有的猜测呢 是认为呢是为了配合这个中俄正在进行的 这个联合军演 中方呢是叫做北部联合2024的这样一个军演 所以朝鲜呢趁这样一个时机 既是应对这个美韩联合军演 同时呢也配合中俄的这个演习 但是这个呢也只是一种猜测 中国外交部呢应该说呢已经表明 说这个两者之间呢并没有联系 还有一种呢是认为呢是说朝鲜在试射 支援这个俄乌战场的这个大型放射炮的这个火炮武器 目的是为了向俄罗斯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装备 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 但是实际的它的背后的这个动机呢 可能还要看后续呢 因为韩国方面呢也认为呢 是从这个释放气球到这个大型放射炮的发射试验呢 可能呢是一种复合的所谓挑衅的这个举措 是为了表达这个对韩国这个政府的这个不满 所以呢从目前的这个角度呢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种复合的所谓挑衅的这个举措呢 还是要看后续这个朝鲜方面 还没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可负 好的谢谢薛珍先生 朝鲜自己清不清楚想要传达的信息 也是一个值得去钻研的问题 我们再来有请王云飞先生 这一次的试射和7月份的试射有什么样的不同 您判断它是不是试射的是弹道导弹呢 这次试射与上一次最大的不同呢 上一次是试射的火星11柄杠4.5 那个是一个标准的弹道导弹 但上一次试射据说没有完全获得成功 而这一次呢有消息说呢 就是KN25火箭弹 朝鲜呢早就有了下200公里左右的火箭弹 而且呢在陆地上进行过多次的试验 可是这次试射的距离呢是360公里 那么根据试验的需要来看 可能在陆上啊 它就不能打这个全程 打全程一定会超过它国土的范围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这次试射最大的需要就是它的技术验证 大家看到了是试射了几枚 一般如果是标准的火星系列的弹道导弹的话呢 一次试一枚隔几天再试一枚 这样的话呢打的精度 打它的可靠性 才容易呢得到一个基本的数据 而同时打几枚 其实对它的整个的海上监控探测系统来看呢 要掌握全部数据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打火箭弹就有这个需要了 过去的火箭弹朝鲜的精度不是很高 只有同时发几枚的时候 才能打破它的精度误差究竟有多大 进行比对导到它的曲线 所以这次可能性比较大的呢 还是远程火箭弹 当然有没有政治背景也可能有 但最大的需要 目前是它要对这一型远程火箭弹呢 打出可靠性出来 然后装备部队 所以这才是它主要的目的 好的 谢谢王先生 您刚才提到朝鲜的火星系列洲际导弹 那么去年朝鲜是完成了火星18的试射 据说取得成功 火星18的射程达到15000公里 是足以覆盖美国本土的 能不能说朝鲜已经掌握了发射 能够打击到美国的弹道导弹的能力呢 应该说已经掌握了部分的能力 不过这个部分能力不能代表它形成了 成熟的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 尽管说它的射程 从上一次试射的情况来看 可以推算出来可以打15000公里 但上次并不是打的全程 可是伊美亚远程导弹 你要有形成可靠的威慑能力 不光是一个射程的问题 比如说还有精度的问题 你如果打不准没有意义 好险目前的导弹 尽管距离它是足够了 但是精度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它的突防能力的问题 就是它能不能够突破 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这就要看它的飞行速度有多大 它的飞行速度不像其他大国的 飞行速度可能达到20、30个马克数 有消息说它的弹道导弹的速度 可能只有8马克数 这样的话就可以被美国的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拦截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抗干扰的能力 这样的导弹一般有制导头 进行末端制导的时候 能不能抗住美国对它的干扰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目前来看 朝鲜拥有的能力 只是射程可能能够达到 美洲大陆的本土了 但是在它的突防能力 和它的抗干扰能力 这些方面呢 可能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 所以还不能完全说 它就达到了拥有 和美国本土的可靠这样的能力 那能不能说最困难的地方在于 导弹的精准的命中目标 精度 对的 精度这是最可靠最主要的目标 如果这个精度不够的话 你打偏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且一旦你打不中人家的 发射核武器的基地 人家很快就可以二次反报复 反过来就能把你的导弹基地 给摧毁了 所以首次打击的这个精度 这是首要要考核的一个指标 好的 谢谢王云飞先生 我们再回到上海 有请薛辰先生 外界对于朝鲜这个弹道导弹的能力 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 有没有什么一个研判呢 应该说呢 各种说法都不一 美国方面呢 在争取这个国防 国防部在争取相关的预算 通过这个授权法案 争取预算的时候呢 往往会夸大朝鲜的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 而韩国方面呢 为了这个缩小或者说呢 避免这个民众的恐慌呢 往往呢 会倾向于这个低估 朝鲜方面的这个导弹的能力 所以这种评估呢 完全是这个 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我也同意这个王先生的说法 就是朝鲜即使他在这个射程上 他的弹道导弹能力呢 已经具备了抵达美国本土的这种能力 但是他迄今为止 没有进行过一次全程的弹道导弹试验 那么只有经历过这个 所有的中美苏大国 历史上所进行过的 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全程试验 才能验证 朝鲜的这个导弹 是否已经具备了完全的 攻击美国本土的这种能力 到目前为止 他所有的试验呢 都是通过高射弹道 来进行完成 那么这个高射 根据他的这个最高的射高 来估算他进行最大距离发射的 这个射程的话 估计可以达到一万公里以上 那么来推算 但问题在于呢 他确实有一系列的这个技术难题 比如说这个弹头的防热技术 如果是末端在20马赫以上的这个速度 载入大气层的话 那么他的防热的这个水平呢 要达到一万摄氏度以上 再加上呢 这个前面谈到非常重要的这个 遥测遥感和末端制导的这种能力 那么朝鲜是否具备 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他要进行 全程弹道导弹试验的话 他有没有能力进行回收 如果他们不具有这个遥感 遥测实时跟踪的这种能力 一旦这个发射完的这个弹头的残骸 落入大洋之中 被其他方的这个势力回收的话 那么就他是否具有这个弹头小型化的 这个能力 就会大败于天下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他这种末端制导的这种能力 是不是这个具备 那么朝鲜方面意识到 可能有这种短板 所以他现在要发展 他的这个侦察卫星的发射能力 这个呢 其实呢都是整个国力相配套的 这样一个技术水平所决定 好的 谢谢学生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朝鲜半岛离无核化的目标 很难说是越来越近 甚至是有些越来越远 我们看到韩国的拥合的呼声 也是越来越大 这是不是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一个令人不安的方向 还是有请学生先生 是应该是这么说 现在韩国国内的多次民调表明了 这个韩国国内民众支持 这个韩国自研这个核武器 这个支持率的稳定已经在70%以上 确实呢 确实呢就朝鲜不断这个核岛项目的这个实验和这个发展 让这个韩国民众的觉得有这样一种破解感和必要性要发展自研的这个核武器 但问题在于呢 这个不仅有可能打破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战略平衡 而且使整个朝鲜半岛乌核化 这个是包括中美俄日韩朝六方 都共同同意的这个最终要实现朝鲜半岛的这个乌核化的目标 被彻底的终结 同时呢也可能使这个国际核不扩散的这个体系呢 面临崩溃 那么可以想象如果美国允许韩国自行研发这个核武器的话 那么它还有什么样的倒义基础 来阻止伊朗 比如说这样的国家来发展自身的这个核武器 那么这有可能会导致整个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这个崩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美国也不允许这个韩国自研这个核武器 但是呢这个韩国国内的这种护设呢 确实也是越来越高 那么美国的应对手段呢 就是要把他的所谓的延伸威慑呢 要他的可信度呢要加强 好 我们要请王云飞先生啊 中国在麦党无核化上的立场是一贯之的 那么美国是不是会允许韩国拥有核武器 您的观点呢 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 就是整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朝鲜半岛无核化 不光是朝鲜的问题 也包括韩国 美国之所以和韩国 搞一个华盛顿条约 把延伸威胁 延伸到朝鲜半岛 一方面是对东北亚地区的国家 也包括整个地区进行核威慑 同时实际上也有另一面 也是在压制着不让韩国发展核武器 但是呢 这种压制究竟有没有效果 这还有待观察 刚才已经说到了 韩国国内现在这个呼声非常高 那么有可能进一步对美国提出要求 因为过去其实美国在韩国部署过核武器 只不过是后来撤走了 现在美国尽管说核延伸威胁 已经延伸到东北亚这个地方来了 但是呢 只是说攻击型核潜艇到釜山来过 它的战略核潜艇没来过 更没有提到未来核武器 会不会再次部署到韩国 所以这一点是令人关注的 也许在韩国的强烈呼声之下 美国会重新把他的核武器部署到韩国 这个地方来 好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态势 是 好 感谢王永飞先生 我们先休息片刻 回来再聊相关的话题 欢迎回来 我们从沉重的核武器 聊到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 垃圾气球这个事 朝鲜向韩国发送的垃圾气球 据说最近是升级了 加了一个定时的加热器 可以随时将垃圾烧下来 所以韩国也是非常苦恼 尤其王永飞先生 谁发明了垃圾气球 一定是一个脑洞极大的人 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而且极不卫生 那么朝鲜想通过此 到底传送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实际上朝鲜的这个手段 可以被看作是一个 低微学程度的战争边缘政策 因为这个气球大量的释放到韩国去 它也是一个低慢小的空中目标 有时候你和无人机很难区别 但对韩国来讲 这是一个挺大的威胁 因为天天这么放 老是怎么放 你不知道哪一天空中的气球 它不是气球 有可能是带着炸弹的武器 久而久之 就可能会形成朝鲜方面 对付韩国的一个有效的武器 在未来战争当中 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所以搞得韩国是十分紧张的 但是这个事情 也不能完全怪朝鲜 因为韩国也放气球 那些气球都是心战气球 现在说朝鲜对韩国进行了侮辱 但是韩国放的宣传单 其实也挺侮辱的 里面也有辱骂朝鲜的领导和政权 是这样那样的 对朝鲜来讲 那也是一个极大的侮辱 所以朝鲜认为我是对等的 但是在外界看来 这个侮辱程度更高一点而已 是的 好 谢谢王源平先生 我们再来有请薛辰先生 美国大选在即 不管是特朗普再度上台 还是哈里斯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对朝鲜半岛的态度 是不是会有所改变 您的观察呢 应该说两者上台之后 对朝的政策应该说是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不同 那么特朗普本人 一直有一种执念 希望能够赢得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呢 是突破了美国的这个政治经济 直接同朝鲜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两次 甚至说是在板门店的话 是三次的这个峰会 虽然呢在核内的峰会呢 是无果而终了 没有结果就结束了 那反过来讲呢 确实呢 这个他有寻求同朝鲜方面 达成交易的这样一种动力 那么虽然 核内峰会没有取得最终的实质成果 没有取得成功 但是呢朝鲜方面呢 可能还是希望 能够同这个 如果有第二届的特朗普政府的话 能够达成类似的这样一种交易 而哈里斯呢 很有可能会延续 这个拜登政府对朝的这个政策 这种政策呢 往往会被归纳为 这个叫战略忍耐2.0的 这样一种政策 也就是说呢 对朝鲜的核岛项目的发展呢 一律基于无视的这样一种态度 而且呢 是要求这个朝鲜方面呢 是进行这不设条件的这个对话 而且对话的这个范围的局限于 所谓的这个朝鲜的这个无核化 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呢 这个朝鲜方面呢 并不愿意看到 目前的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对朝政策 能够延续下去 而是呢 看呢 如果有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话 把双方的这样一种交易呢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这种程度 所以从朝鲜的这个内心的角度 应该说它是有这个政策变好 好的 看似朝鲜半岛是外表平静 实则是暗流涌动 好 谢谢学生先生 谢谢王永飞先生 谢谢之前 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 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科夫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ится The very las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that's special Oh yeah, how don't you leave Christmas morning You broke my heart when no one